大家吃瓜吃的不要太饱,而吃瓜群众的顶头人物也换了,不再是王思聪,变成了黄一青,这一次黄一青可以说非常活跃,爆料一轮接一轮, 站在了讨伐困内出轨,离小路PGOND的第一战线,吃瓜网友们纷纷拾骨,浪黄替代思通,成为娱乐圈新善任器人,浪黄三观太正,就是喜欢黄一青不能被钱收买的样子,刷新了大家对他以往的认识, 没想到黄一青一个吃瓜群众,竟然这么真情实感的为贾买量大爆不平,而且感觉他说的很多料都平准的,比如贾买量跟李小路真不是外界说的高盘,贾买量家里也很有钱, 至于为何黄一青这次为什么很思考力挺贾买量,他也有回答过这个问题,他这样做,其实是跟贾买量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被戴绿帽的经历, 而从贾买量发到最新一条长文,黄一青看了也十分感慨,再次提起了当年跟黄一的婚姻,表示自己也被排山倒海, 的网友刷过他被戴绿帽子,还是不是他的事情,因为当时黄一在,与黄一青婚姻期间,被排到了一次婚内出轨, 作为人妻的黄一速递自己到香港会请郎,一度登上多家八卦杂志封面, 占据个大娱乐圈八卦媒体数日头条版面,热落之事不逊色于李小路河口, 当然黄一约的不会上PGOND这种毛头小子,而是一个百亿妇商,婚内出轨坐时, 虽然娱乐圈女星有婚内偷吃的不良风气,香皮马绒,白百合,李小路, 黄一绝对是中国娱乐圈出轨女星的鼻祖第一人,黄一青之前还爆料过, 黄一还有跟吴佩慈的男游记小波也穿过绯闻, 银猫黄一婚内出轨偷心,李来是有习惯的, 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了,为何感觉黄一交往的对象都是有钱人呢? 不仅黄一青跟其他几个绯闻对象,黄一的第一任丈夫江海也是知名的富豪, 华尔街赫赫有名的钱财华裔,还被奥巴马称作中国的巴贝特, 黄一在热世夺金的江海,一个多月后两人就闪婚, 然后又闪离,离婚人依据江海曝光, 也是黄一婚内出轨,黄一得了银猫这个称号, 至今还摘不掉,那为什么黄一嫁了富豪又出轨? 原来是当时的江海处于事业低谷, 黄一就撇开他出轨以香港有钱的富豪, 富豪出手阔挫, 曾有人目睹他在香港为黄一大赐消费买单, 其实江海也在黄一身上很砸不少东西的, 不仅用一万豪宅为婚房, 黄一生日,江海定了一辆全球限量一百辆的兵力跑车送他, 江海为满足黄一的徐荣心机面子, 为黄取派的个大拍卖活动豪气满单, 但就算江海对他这么好, 黄一还是在他事业低谜期, 就选择出轨并离婚, 由此刻见, 黄一嫁人不是嫁给感情, 而是嫁给金钱啊, 进来, 头条新门, 也报道, 还好江海后来东山再起了, 跟白富美的许涛芳结婚, 单单在巴厘岛的婚礼就花了, 1.6亿, 许涛芳在美国比福利山庄生下一子, 江海也赠送许涛芳5.5亿的红包, 不知道黄一看到这些, 会不会暗地里羡慕嫉妒恨啊, 江海狠狠的将事业低谷, 你不配吧, 东山再起你高攀不起, 演技的淋漓尽致, 相比之下, 想起另一位女星刘涛在起伏落魄之时, 依然相伴相守, 多年后, 刘涛原品大爆发, 月圣一线女星, 也是老天作为她的福报吧, 黄一第二段婚姻, 也像一部八十级的连续剧, 狗血连连, 第二任前夫黄一青, 也是一位富二代, 国内某一抽跑剧乐部主席, 也是个豪气的主, 微博一直撒钱发红包, 送吻丝iPhoneX起来都是时贪时贪送的, 小鸣口水都要流下来, 但是第一次婚姻失败的黄一并没有吸取教训, 毅然决然在第二次婚姻里, 故技重演, 出轨连连, 导致黄一青在网上不顾形象狂撕银猫, 众多不明真相知瓜群众, 以为其歇斯迪利, 如今三观正, 值得黄一青力挺加买量, 吐露新生, 原来一切远远对前妻出轨给其造成的伤害, 极其隐藏女儿不让见面, 离婚后, 还经常上演斯比大战, 黄一青经常在微博撕黄一, 而且还有理有序, 这导致如今黄一的名声, 也越来越善了, 这些如今黄一青丝毗宫每一谈都是实锤, 估计之前更值前夫黄一青爆料, 黄一的种种, 应该也都是事实, 跟李小鹿从今晚以后的网红一样, 黄一也是自己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, 小巴还记得, 黄一刚出道时言的, 圣挫花叫嫁对狼, 里面的李月胡鸣烟动人, 是多少人的童年女神, 后来的还珠格格三, 虽然不如赵薇版经典, 但秒杀现在的新白也是绰绰有余的, 却没想到因为婚姻出轨, 黄一把自己闹成了一个笑话, 而近四十五岁的他还去整容, 更是连最后一点让人赞叹的颜值都不剩了, 事业自然随着颜值名气的消滑, 而消滑, 沦落为十八线女星, 黄一青爆料, 前部就黄一主演的一部电影上映, 票房才三十九万, 黄一不是没有工作机会, 确实反映了, 市场最不缺的就是女明星, 观众看中义乐原品更重于表演技巧, 黄一一直把没有工作机会归咎于黄一青的不断骚扰, 但是试想, 您每次都是三十几万的这样血淋淋的票房, 会有多少不怕亏死的电影公司找你, 毕竟电影公司又不是你干爹, 一旦女人出轨就将万劫不复, 黄一, 马柔, 白百合, 李小璐, 由此刻解, 对于明星来说, 好人品真的很重要啊, 任何明星碰到婚内, 出轨这种道德败坏的点, 也是会迅速flop, 感觉李小璐以后也会迅速胡萝卜, 就算有甜心再也帮不了他了, 就是可怜老师人贾乃亮, 希望他坚强, 振作啊。